第八百七十一集 是无品 这种队伍能被你俩杀死 前面这俩人 一个是小白脸 一个是普通的庄家户 怎么可能两个人 就杀死黑衣军的 伺候小队呢 结果张卫宇咳了两声 是这样的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动过手 真要是黑衣军问起来 我也很无辜啊 我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庄家人 吕树脸黑了 这他们要当面就甩锅呀 他冷笑的 你当他们会听你这个解释 逃走的两个人 会记住你的长相 而且你忘了 你当时说的什么了吗 友情提醒一下 你说的是 现在轮到我了吧 你的地就不用再想了 只要黑衣军攻占了这里 一定会漫山遍野地搜索你 来自张卫宇的 封面情绪值加666 雨蝶静静地看着吕树 他相信这俩人所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吕树真的独自一人 杀掉了三个黑衣军的精锐赤后 这件事情有点匪夷所思 他之前以为吕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看起来瘦瘦的也并没有什么力量 吕树也知道 这吕树世界特别喜欢那种壮汉 一看就特别强 但它不一样啊 从一开始就是拿星辰之力来用 瘦还是壮都不影响力量 而且之前练剑所提升的肌肉力量 都是很匀称的 剑阁功法讲究的是飘逸自如 一群人玩剑都玩得跟艺术家一样 很注重美观来着 你们两个人 随我们羽家一起捍卫强敌吧 我们也不是黑羽军 随随便便就能欺凌的 哎 你俩 雨蝶话还没说完 便见吕树和张卫宇两个人 一边说一边跑的朝北边去了 转眼间人影都快没了 来自雨蝶的负面情绪值 加199 说实话 吕树是真没打算参与这场战争 按照张卫宇的判断 这支黑羽军先锋 大概会有1200人左右 这是一个先锋部队的完整建制 全是机动性极高的骑兵 可战可走 而田耿镇上 就算加上贵族老爷的奴隶 可战之力也不过2000多人 看起来田耿镇上的人好像多一点 而且贵族老爷是一个三品高手 可问题是 相比真正的军队而言 田耿镇上的可战斗力量 就像是粗鄙的民兵团一样 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训练 也不怎么会团队协作 吕树见过镇上的奴隶 尤其是羽家的 看起来很凶悍 但在真正的高手眼里 也就是看起来凶悍而已 他也同样和黑羽军打过交道 对方的配合让吕树觉得很有压迫感 哪怕他手中握着剑杠 这种差距在吕树看来 就像是青铜洪流和散修的对比一样 所以吕树并不认为田耿镇能赢 这场战争是黑羽军有备而来的 战争未动情报先行 吕树不相信黑羽军这种精锐 会不了解田耿镇是什么情况 对方既然来了 就没想过自己会输 雨蝶看着吕树和张卫宇渐行渐远 而黑羽军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整个田耿镇的灯火都重新亮了起来 不少奴隶仓皇逃跑 甚至包括他雨家掌管商铺的一些 田耿镇上嘈杂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端木黄启的军队打过来了 然后下意识地变想逃跑 结果就在此时雨蝶一声冷哼 顿时间所有手背上有刀纹印记的奴隶 全都疼痛出声 那印记仿佛灼烧了一般 燃烧的却像是灵魂 雨蝶冷声道 擅自逃离者想想后果 奴隶主没法通过印记直接杀掉奴隶 却可以让奴隶饱受痛苦 这是功法所控制的东西 只要奴隶心生背叛 就会承受莫大的痛苦 然而也有极少数奴隶 能硬生生地熬过去那种痛苦 熬过去后印记便没了 这种痛苦的层次很深 自吕咒有文字记载以来 也没见过几个能熬过去的 雨蝶带人后退 这是镇守与三大奴隶主早就协定好的事情 如果黑羽军来袭 便放他们进入镇子 用巷战来削弱对方骑兵的机动性 再把对方围杀在里面 这田耿镇上的 大概有两千名可战斗的奴隶 平均实力在六品五品 只有奴隶主或者是他们身边的亲信 才有四品 雨蝶便是四品的 而镇守手下的奴隶实力 则要强一些 四品都有十多个 吕叔也发现了 这宇宙的最大特点便是 人口相对地球要少一些 但整体实力要高很多 四方天地都是神脏镜的强者 据说他们和神王手下奴隶中 也有神脏镜的强者 地球也就那么几个A级 神脏镜更是只有涅亭一个 而这里神王的境界 更是在神脏之上 一个小镇上都有两千多名 正在修行的奴隶 那就不用说大城市里有多少了 现在雨蝶非常清楚 镇守并没有组织全部的力量 来抵御黑羽军 球员的信号已经发出去了 天耿镇上只需要拖住 黑羽军的这支先锋精锐就好 不用死战 端木黄旗有军队 文在否同样也有啊 只是就在此时 马蹄声似乎在镇外几公里的地方停住了 雨蝶有点疑惑 难道黑羽军改了主意 不打算进攻田耿镇了 然后就在下一秒轰然一声 仿佛世界都在崩塌 地面都在颤抖 田耿镇上的所有人都在惊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说实话 黑羽军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在两分钟前 他们正在全速奔袭 然后路上忽然冒出个小姑娘来拦住他们 并问他们知不知道吕树在哪 黑羽军先锋部队的指挥使调侃道 小姑娘 吕树是谁不太清楚 但估计是已经死了 我们杀人可不问名字 然后整个黑羽军先锋部队所在的范围地面 开始塌陷 而且诸然出现银色的光芒笼罩住了所有人 导致他们如同被束缚住了一样 这还是吕小瑜第一次在吕咒打架 他觉得打第一架一定要有气势 于是直接让主教出手控场 然后完美地用出了杀铺大藏 一个人都没跑掉 吕小瑜还有点纳闷呢 这世界的人说话怎么这么没分寸呢 真讨厌 地球上没人知道吕树的功法被上了枷锁 就连云以雨虎直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到得晚了 当他们抵达的时候 吕树都已经进入了星辰大门 混沌倒是知道 不过他却不愿意对任何人说关于吕树的事情 吕小瑜穿越星辰大门之后 第一件事情便是发动贾丧衣制造吕树的分身 只是现在很奇怪 即便他穿越了星空之路来到了这个世界 吕树的星途也毫无回应 带着满满的信心来到田耿镇的黑羽军 就这么埋葬在了地下 主教的魂魄在杀伤力方面不强 控制能力却很厉害 当初吕树在面对信仰理论部的时候 就被弗朗西斯科用过这样的招数 差点将吕树束缚得动弹不得 在萨丁岛青鬼小镇的时候 信仰理论部想要和数百人之力 顾忌重施 结果卡洛尔以加重伤势为代价 招来了雷霆 而现在主教已经成了吕小瑜的魂魄傀儡 一品A级的主教用同样的招数 来对付一群三品以下的军队 当然更加强悍了 不用完全束缚住 只需要让他们无法从流沙瀑布中 挣脱出去就好了 吕小瑜环顾着四周的环境 出来乍到的 连东西南北都有点分不清楚 他现在需要判断的是 吕树来到这里以后会往哪边去呢 他想了好几分钟 忽然觉得这种瞎猜还是太不准确了 他虽然了解吕树 可他不了解这个世界呀 吕小瑜想了想 最终驱使着安东尼进入地下 没过几秒钟 便带上来了之前调侃他的那个人 那名黑羽军指挥使 刚来到地面后便吐出了两口土 而后疯狂又贪婪地呼吸着空气 吕小瑜的沙暴大藏 是将活人埋在地下 然后再利用吐息的能力 将上面的土层给封锁得结结实实 被埋在下面的人 短期是死不了的 黑羽军指挥使陷入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 可还没来得及庆幸多久呢 便听那个小姑娘冷冷问道 你知道吕树去哪了吗 黑羽军指挥使也顾不得身上的泥土了 赶紧回答道 我们黑羽军刚刚到这里 还没来得及杀任何一个人 而且您说的吕树 我们确实没听说过 也没见过 黑羽军向来名声在外 是端木黄旗手下战力最强 纪律最强的军队 在战争中速来汉不畏死 可死过一次的人 面对一次一品的强者 实在是有点硬气不起来啊 而且现在也跟背叛天地没有关系 人家小姑娘就是问个事而已 想到这里 黑羽军指挥使就想删自己一嘴吧 人家问个路而已 自己瞎他妈调侃啥呀 这就是个实力至上的世界 如果吕小鱼是个普通小女孩 黑羽军的先锋部队 说不定连普通小女孩都要杀掉 以防泄密 吕小鱼抿着嘴想了想 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一张吕树的照片来 见过没 黑羽军指挥使看了一眼照片 当时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您画的吗 这画工也太好了呀 还有这照片里的人 真是英俊潇洒 王城肯定有不少女孩子 都喜欢他吧 吕小鱼皱了皱眉头 王城是什么 还有 介绍一下你们这里的城市 王城就是神王的都城啊 其他天地的都城都不能叫王城 只能叫西都东都之类的 黑羽军指挥使小心翼翼地 看了吕小鱼一眼 他刚才就是想看看 吕小鱼是不是来自王城 或是哪里顺带着拍一堆马屁保命什么的 在他看来 吕小鱼很可能来自王城 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才会出现年纪这么小的一品强者 也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家族才能培养出来如此恐怖的子弟 如果吕小鱼真是从王城来 那他说不定还能攀上关系 比如 我认识谁谁谁 啊 你也认识啊 那看在谁谁谁的面子上 您就饶我一命吧 但现在看来 面前这女孩甚至连王城是什么都不知道 吕小鱼问道 距离最近的都城在哪 指挥使激动地说道 距离最近的都城 就是西方天地端木黄起的西都 他距离这里大概需要两个月的路程 不过期间路途复杂 还是让我给您带路吧 那地方我收 结果话音刚落 指挥使就重新被安东尼给拖进了地面 吕小鱼甚至没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 吕小鱼看向西边皱着眉头 他觉得吕树来了之后 肯定要往最繁华的地方去 也许只有在人最多的地方 才容易找到回家的归途 黑羽君是从西边过来的 这一路西去 说不定还会遇到更多的黑羽君 不过吕小鱼并不在乎 就在此时 吕树正跟着张卫羽往北方逃命呢 张卫羽说 他在北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最好的躲避地点 那里有一处山洞被湍急的水墓挡住 就算黑羽君很仔细地搜查 都想不到那水墓后面还有一个山洞存在 十多年的时间 田耿镇这里几乎每三年 便要发生一场小型的战争 虽然这里并不是主战场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再小的战争也有危险啊 张卫羽就是靠着这个山洞躲避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 张卫羽看了吕树一眼 说道 先说好啊 我是信任你才带你去的 当战争来临时 还会有其他人来这个山洞躲避 希望你不要把这个位置给说出去 同时 也希望你只当没见过那些人 可是他说完后 却发现吕树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一脸的疑惑 而后反身朝着田耿镇跑去 张卫羽一脸懵逼 等等 你不会又要回到战场上去吧 喂 张卫羽站在那里 看着吕树的背影非常淡疼 他好几次转身继续朝北走 结果又屡次停下 最终张卫羽咬咬牙说道 他妈的 这就算是把人情还上了 说完 张卫羽也朝田耿镇的方向 跑了过去 吕树是看到了 吕小鱼页面的负面情绪值刷屏 而且都是一千点 这首先说明了两点 一是吕小鱼一定也来到了吕咒 不然吕树收不到这负面情绪值 二是 吕小鱼一定在大规模的碾压杀戮 不然不会全是一千的负面情绪值 那么如果星辰大门 每次过来的位置是固定的 那么吕小鱼肯定最先出现在 张卫羽的田地里 而且吕小鱼绝对不会滥杀平民 所以一定是撞上了黑羽军 结果吕树疯狂地顺着土路向西狂奔 然后就看到了一片非常平整的土地 平整到不正常 吕树知道 这就是吕小鱼干的 只是吕小鱼去了哪里呢 张卫羽此时也跟了上来 骂道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 吕树没有回答他 而是继续环顾四周 张卫羽拉着吕树就要走 哎呀大战将起 你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这时候张卫羽有点疑惑 这黑羽军呢 那么大一支黑羽军跑哪儿去了 难道已经进了阵子 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只想赶紧把吕树给拉走 可吕树根本就没有管他 反而是拖着张卫羽一路继续向西跑去 张卫羽差点就崩溃了 哎哎哎哎哎 那边可是黑羽军的大营啊 你你你你 吕树才不管那么多呢 甚至不在乎会不会招来其他的黑羽军 直接放声大喊 小鱼 小鱼 你在哪儿呢 结果刚喊两声 前面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我来保护你了 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张卫羽听到吕树喊小鱼的时候 就有点疑惑 他看向吕树 你什么时候和羽家姑娘进展到这个程度了 都看是小鱼小鱼的喊人家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问道 羽家姑娘是谁 吕树 你这才来了几天啊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看着面前的吕小鱼 便乐呵呵笑道 你咋来了呢 吕小鱼瞬间就把眼睛笑成了小月牙 我来保护你啊 你现在怎么回事 这时候吕小鱼便发现 吕树的状态有点不对劲 他和傀儡师其实并不知道 吕树已经被泽梦给上了枷锁 他说保护吕树 是因为他现在可以算是A级强者了 加上他自己算是EA级3B级 这种战力就算去哪儿都横着走了 至于吕树嘛 一个B级小修士当然需要被保护了呀 吕小鱼笑眯眯的心里想着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吕树现在竟然连B级都没了 吕树给他使了个眼色 虽然他跟张卫宇算是共患难过 张卫宇这货人品也还算可以 但问题就在于 这货鬼惊鬼惊的太滑头了 之前不是还准备拿他来勾引第一件的吗 所以他和吕小鱼的事情 还是先别让张卫宇知道了 出门在外 有点防人之心并不算是错事 而吕小鱼和吕树早就有了默契 当吕树给他使眼色之后 便立马不再多说话 先看看情况再说 张卫宇在一旁迷糊了半天 何止自己想错人了呀 只是这个小姑娘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等等 张卫宇忽然问道 那个 小姑娘 你之前看到过一支军队吗 吕小鱼摇摇头 没有 张卫宇愣了一下 这黑羽军怎么就硬生生不见了呢 难道刚才的马蹄声并不是黑羽军 没道理呀 他看向吕树 这位小姑娘是 我记得你说过自己举目无情孤儿一个 吕树无语了 话说得有点早啊 他哪知道吕小鱼会来 这时候张卫宇心里也在猜测吕小鱼的身份 看起来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而且长得也忒漂亮了点 至于实力 他看不出来 吕树想了想说的 你也知道我是从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的 当时 我就是他的奴隶主 吕树满脸问号 这时候吕小鱼还偷偷看向吕树 眼神里藏着笑意 怎么样 反应快不快 他还想编个故事说 吕小鱼是那边的平民 在他逃跑的时候帮助过他什么的 听起来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 结果吕小鱼直接就把话给说死了 张卫宇是一脸的震惊啊 真的吗 那为什么他的印记在在在 张卫宇说不怀疑是假的 毕竟印在屁股上的奴隶 奴隶主一般都是男的呀 但吕小鱼和吕树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 他以前见的还不少 毕竟贵族和奴隶主们在张卫宇看来 或多或少都有些性格扭曲来着 不过张卫宇有点感慨 首先他还是存疑 但如果吕小鱼所说的是真的 那就很难过了 人家当个奴隶 在家里都有这么漂亮的奴隶主 逃出来了 竟然还有另一个女奴隶主献殷勤 难道这真是个看脸的世界 小白脸就走哪都吃香 以前张卫宇还同情吕树来着 结果现在看来 人家哪需要自己同情啊 妥妥的人生赢家好吗 张卫宇说道 先回镇子上 田耿镇的镇守肯定向内地求援了 现在黑羽军忽然消失 等他们再过来的时候 田耿镇肯定做好了准备 那里就已经足够安全 我要去买点东西再离开 你们两个怎么说 与我一起还是 之前雨蝶送来的礼物中 还有上好的布料 结果吕树让张卫宇 偷偷拿到镇上换了神钞 吕树分九张卫宇分一 但就算只分一成 还是能换不少粮食的 之前吕树在地球的时候 便考虑过 零食有没有可能成为 新的修行界货币 但问题是 就算大小一样的零食 蕴含的能量也是不同的 寻常人又很难分辨 所以缺少成为货币的基本条件 而且一枚零食就是十多万 单体价值太高了 而这里一开始是用零食当作货币的 非常混乱 后来老神王统一渡量衡的同时 也统一了货币 神钞由王城发行 由王城钱庄统一管理 每张神钞上面 都打着王城钱庄的特殊印记 这种防伪倒是比地球还高端 与零食一样根本造不了假 也有人私访过印记 结果后来大家发现 王城钱庄里竟然有能够追查印记的高手 便很少有人敢铤而走险了 假神钞还有 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老百姓们也掌握了一些基础的防伪手段 其实刚开始大家并不接受神钞 毕竟那时候 大家觉得老神王想得太简单了 以前手里拿的灵石都是实大实的 现在你想用一张纸 就把大家的灵石换走 收拢成你神王的私有财产 怎么可能呢 那个时候 普通修行者与刚刚建立的王城 也没有什么信任基础 谁又能确定 你这神王能当多久呢 王城修建好之前 整个旅宙都是一片混战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老百姓们也都习惯了 结果后来 王城修建好便是三千年不毁 神王之位也无人可以撼动 那座王城修建了多久 屡世王朝便屹立了多久 老神王并没有用高压手段 迫使所有人用 后来他分封出去四大天地 与几大贵族世家 为自己开拓疆土 之后要求天地与贵族的产业 只能使用神钞 这些人的产业都是庞大的 当他们开始使用神钞后 与他们做生意的人 也被迫开始使用神钞 结果大家就发现 神钞真好用啊 那真像啊 当时吕树还在问张卫宇 四大天地能那么老实听话吗 张卫宇说 不听话的都死了 谁敢不听话 现在张卫宇摆明了 是想要买了粮食就走的 吕树猜测 张卫宇的那些老友们 可能已经躲在山洞里面了 而且很可能都和张卫宇一样 是一群苦哈哈的选手 所以张卫宇采购的这批粮食 非常重要 要不是吕树这茶 让张卫宇有了点钱 搞不好一堆人躲在那边 只能啃树根 等战乱过去了 第874集 吕树想了想 现在有小鱼在身边 几万修士肯定还是打不过 但寻常的小场面都能应付了 田耿镇这种地方 完全可以平堂 他说的 先去镇上看看情况再说 三个人回镇子的路上 张卫宇就看到 吕树和吕小鱼在一边小声嘀咕 怎么看都不像是奴隶主 和奴隶的关系 不过张卫宇觉得 这也不关自己的事情 吕树身上有秘密 他同样也有 大家萍水相逢 结识一场 也算是同甘共苦过 没必要深究太多 吕树走在路上 就开始跟吕小鱼交代道 咱们还是低调一点 找到回家的路比较好 你虽然空到了A级的魂魄 但这里也是有神脏镜的 甚至还有比神脏镜更高的镜紧 当初你也听A级 就能斩天杰 我都还没见过 他在神脏镜出手的样子 鬼知道会有多强 所以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悄悄地找到回家的方法 这里的事情 也就跟咱们没啥关系了 说实话 吕树还是很忌惮 这个世界的那些强者的 A级的聂庭 陈白礼 李贤一旧足够恐怖了 他用山河印 控制刘海胡同四合院的灵器 结果聂庭只是灵光一闪 悟出了一点点道理 一个脚趾头 刚刚踏过神脏门槛 甚至还没渡天杰 就是这样的境界 仅仅是手指敲了敲桌子 山河印的壁垒就碎了 院子也碎了 那神脏镜会是什么样 吕树有点想象不到 要是见过神脏镜出手 他好歹也会心里有点谱 可问题是他没见过 未知的东西是最恐怖的 如果说 神脏镜便是自身化为法则的境界 那么法则会不会有高低呢 吕树觉得 自己还是先别想这种东西了 太遥远了一些 此时张卫宇偷偷地看向吕树和吕小鱼 要不你俩跟我一起去山洞藏着 吕树瞥了他一眼 便知道这货打得什么心思 张卫宇他们是一群平民 没有修为 日子也过得艰难 如果吕树跟他一起去山洞 势必会多买一些粮食 以往从不蹭吃蹭喝的张卫宇 现在觉得蹭吃蹭喝也挺不错的 而且吕树和吕小鱼去了 张卫宇这些人也相对多了一个保镖一样的存在 即便吕树和吕小鱼实力再如何低 那也别完全没有保护好吧 张卫宇还不算了解吕树 但他知道 吕树在危急关头绝对不会丢下朋友 他们现在怎么也算是半个朋友了吧 到了镇子上 吕树和张卫宇他们发现镇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慌乱 每家店铺都紧紧关闭着自己的大门 却还能看到有人从门缝里紧张地向外张望 这些有印记在身的奴隶们不敢逃跑 如果黑羽军真的打过来了 他们也只能等死 奴隶主们也分得清轻重 这时候打仗最重要 绝对不能让这些奴隶乱跑坏了大计 吕树与吕小鱼他们的脚步声 在安静的镇子中显得格外清楚 张卫宇去敲了敲凉铺的木板门 结果门一打开 吕树赫然看到店铺里原本的伙计 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而开门的赫然是宇家的两个无品奴隶 正拿着刀对着吕树和张卫宇 吕小鱼看了吕树一眼 杀掉吗 吕树摇摇头 只听里面的举刀奴隶诧异道 怎么是你们两个黑羽军呢 张卫宇说道 黑羽军消失了 对方疑惑道 那你们在干嘛呢 张卫宇说道 我们来买点粮食 那两个奴隶走出粮铺望向镇子外面 还真是半点黑羽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之前他们听到轰隆一声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在那一声巨响之后 所有马蹄声就全都不见了 这一切都很诡异 要说这是黑羽军的诡计又不太可能 毕竟先锋部队趁乱奔袭 才能将战果最大化 哪有说先让敌人准备好再打仗呢 其中一名奴隶向镇子里面跑去 紧接着便有好几个人战战兢兢地出去查看 稍微犹豫一下 搏梗上的印记便会让他们疼痛 这是奴隶主在逼着他们出去查看情况 结果这几个奴隶过了一会儿回来喊道 真的没见黑羽军 然后吕树就震惊地看到街上的各个小胡同 小商铺里走出来茫茫多的奴隶 也不知道这些人之前在哪藏着呢 商铺里的伙计们全都走了出来 就连旁边青楼里的小姐姐们都聚在门外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只见吕小鱼看了张卫宇一眼 指着小姐姐们出来的地方 问道 那是什么地方 张卫宇愣了一下说道 青楼啊 你们那儿没有吗 我们那儿没有这么猖狂的 吕树只能这么解释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吕小鱼朝小姐姐们走过去 然后指着吕树 他来过这里吗 吕树满脸的问号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什么鬼啊 现在试问这种事情的时候吗 自己是那种人吗 小姐姐们看了吕树一眼 便叽叽喳喳地说道 没见过这位好看的小哥呢 不过他要是来了 我们肯定伺候好他 就在此时 镇子东边也传来了马蹄声 只是这一次吕树发现 镇上没人惊慌 反而神情中透着欣喜 张卫宇笑声说道 南庚城的援兵来了 不知道是谁带的兵 南庚城的城主 是二品的贵族老爷 话音刚落 便见一队披着红色盔甲的骑兵 风驰电掣地进入了田耿镇 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 这些骑兵便接管了 田耿镇的所有交通要道 那些骑兵头盔上的红鹰 就像是飘动的荆旗 马蹄都带着威严的香红色面甲 大大的清脆马蹄声传来 一个极鹦鹉的青年 乘马缓行 那高大的马蹄慢慢来到 田耿镇镇守的面前 镇守将头颅压得很低 身子也弯了下去 似乎有些紧张 那青年在战马上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田耿镇镇守 镇守身子有些颤抖 黑羽军何在 不知 你可知谎报军情何罪 我们真的在镇子外面 听到了奔袭的马蹄声 只是不知道黑羽军去哪了 他感觉自己真的是冤枉死了 听马蹄声是绝对不会错的 只是那么大一只黑羽军 还能丢了 就在田耿镇上的人 讨论着黑羽军去哪的时候 吕树和吕小鱼就在旁边 冷眼旁观 说实话 他们两个都是在老虎辈 见过大场面的人 来到田耿镇上 还真有点悠闲旁观的情绪 当然 如果不是小鱼来了 吕树也做不到这么悠闲 如今张卫宇说 南庚城的城主也才二品 那吕小鱼去了南庚城 也是同样可以横着走的 在吕树看来 这宇宙世界应该与地球体积相差无几 但问题是 地球上那么多的国家 而这里只有一个统一的王朝 只有二品的南庚城 应该也还是小城市吧 这样一来 吕树就有点好奇 那助力在世界最中心的王城 到底有多大了 吕树小声说道 如果有机会的话 咱们可以去王城转转 只能是旅游了 他的意思是 等他们能找到回家的路 或者是吕树的实力境界恢复之后 就可以去溜达溜达 毕竟老虎被一战 光天洁便杀了数万人 而且不光是被天洁批死的人会给吕树负面情绪值 其他恐惧者一样会给 所以吕树判断 自己现在的负面情绪值应该是可以点亮第四层星图了 一品A级呀 这实力境界吕树朝思暮想了多久 结果被那个泽梦给硬生生卡在这了 不过也好 由小鱼保驾护航 他吕树可以安安心心地完成炼体 此时此刻 吕树收到了好多的负面情绪值 好多个名字 吕树都听张卫宇说过 是这田耿镇上的一些人物 大家疑惑黑羽君去哪儿 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值 全都给了吕小鱼和吕树 这时候吕树发现 吕小鱼页面的负面情绪值也积攒了很多 只是他现在没法给自己吃果子 也没法给吕小鱼吃果子呀 慢慢的 大家讨论黑羽君去哪儿的话题 变成了黑羽君到底来没来 那鹦鹉的青年 冷冷地看着阵守 此时我会禀报上去 相信天地会有裁断 贵族与奴隶主是不同的 即便南庚城来的人 也无法决定一个贵族的命运 而奴隶主则可以说杀就杀 所以许多奴隶主 削尖了脑袋的 想要积身进入贵族阶层 这就相当于 多了好几层保命的护甲似的 而此时张卫宇说道 此人可能就是南庚城的城主刘一昭 我虽然没见过 但青寨君在他手里才会如此听话 吕树和吕小鱼看向旁边的红甲骑兵 那一个个凶悍的士兵 坐在马上纹丝不动 如吕树所想的一样 军队和镇上的战力相比 真是青铜洪流和散修的差距 张卫宇平静说道 此人以前是神王身边御龙班职 后来新王登基后 被外方认了失缺 三万御龙班职里 他大概算是比较走运的一个了 吕树诧异地转头 看了张卫宇一眼 不知道为何 他感觉张卫宇语气这么平静 有点不对劲呢 不过他更在意另外一件事情 御龙班只有三万个二品高手 张卫宇看了吕树一眼 二品 御龙班职内的三百内电职 可都是一品 这事也不是什么秘密 咱这边人都知道 说书人最喜欢讲这些了 吕树呜了一声 张卫宇的意思大概是 对方也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 但吕树不信这个说法 而他听了张卫宇的话之后 就忍不住沉思 三万个二品B级的高手 在集团作战中会有什么样的威力呢 还有那三百个一品 忒恐怖了点吧 不过相比这个数量 吕树感觉 这吕树世界的一品 怕不是得有上千人 怎么神脏镜才出了那么几个呢 在吕树世界 神脏镜有宗师之称 按照张卫宇的说法是 神王身边也有神脏镜 某些天地身边 也同样隐藏有神脏镜的大奴隶 只不过神脏也有高低之分 但即便如此 天下可称呼为宗师的神脏 也绝对不超过十人 难怪A级之上的陈百里 他们都如此注重悟性 原来晋升神脏镜如此困难 想到这里 吕树便有些得意 因为这样看来 他天罗地网的聂庭 还真是天才中的天才啊 只是他吕小树 晋升神脏会是什么样呢 怎么感觉好像 只要收集负面情绪值就好了 并不会出现太大的瓶颈 当然 还是有个bug的 吕小渝连体悟感情都不需要 越是接触更大的世界 吕树就越发的心惊 这星图到底是什么功法呀 那些贵族大奴隶主们 疯了一样 想要得到更高层次的功法 却没想到 自己这星图 似乎从一开始 便贯通了天地之间的所有阻碍 镇守说道 是两个平民给我们报的信呢 他们说黑羽军来了 还说他们两个 杀了三个黑羽军的赤后 青赛军统领刘宜昭 转头看向说话的人 哦 两个平民何在 镇守松了口气 自己终于不用扛这个压力了 只是那说话的奴隶 啊的一声惨倒在地面上 竟是雨蝶催动了奴隶印记 在惩罚他 刘一钊看了雨蝶一眼 并没有过问 奴隶主如何处置奴隶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因为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老神王说了 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望向 吕树和张卫宇 挡在刘一钊和吕树 他们之间的奴隶 纷纷退开 让出了一条道路 吕树皱了皱眉头 他总感觉 这货看了吕小鱼好几眼 哒哒的马蹄声响起 刘一钊驱使着战马 朝吕树他们走去 吕树想要本能地 站在吕小鱼的身前 就像以往每一次一样 可这次他没能成功 因为吕小鱼提前挡在了 他的身前 吕树拍了拍吕小鱼的肩膀 这一下吕小鱼便懂了 可以随时出手 刘一钊在马上的高大身影 就像是一片乌云般 笼罩了过来 吕树与刘一钊冷冷地对视着 只要对方对小鱼 动一点心思 他都不介意 让这一整支青赛军 都葬身地下 什么隐藏不隐藏 低调不低调 有些事情是无法容忍的 还没等吕树想好呢 只听刘一钊忽然对他说道 好俊俏的小哥呀 可有兴趣与我同游南庚城 吕树满脸地问号 你他妈这是什么转折啊 吕小鱼当时就闪到了一旁 扶着梁铺的木板门 笑得前仰后合 旁边的吕树疯狂给他使眼色 弄死他 弄死他 结果吕小鱼压根视而不见 第876集 吕树面无表情地说道 小鱼 你变了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他以为吕小鱼会永远支持他 结果喊着要来保护他 现在却不愿意对这个轻赛军的统领动手 变了 人都是会变的 而这边 吕小鱼还乐呵呵地笑着呢 说实话他真觉得这事很新鲜 吕树来到这吕树世界 眨眼间就成了香波波小白脸 就连男的都要聊他一下 再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此时 刘一昭还在等着吕树答复他 吕树想了想看向张卫宇 这是我表叔 他想说这事得由表叔决定 张卫宇现在真是怕了吕树的甩锅能力啊 所以吕树刚说出一个婊子 他就开始往后躲着装作不认识吕树了 不过吕树真想拉他下水 张卫宇的这点小动作是没用的 但吕树担心另外一点 这事就算张卫宇帮他答应了下来 他也没脾气啊 张卫宇还是分毫不损 搞不好还会趁机坑他一把 于是吕树话锋一转 我表叔是田耿镇的人 此时和宇军要来发动战争 我和表叔生是田耿的人 死是田耿的鬼 这种时候怎么能去南耕城游玩 我和表叔要与田耿镇共欲强敌 来自张卫宇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张卫宇急了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遇个屁的强敌 表叔你忘了吗 你说就算用牙齿 也会和黑羽军死战到底呀 吕小鱼点点头 我也听到了 来自张卫宇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张卫宇一脸震惊地看向吕小鱼 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姑娘 咋跟着吕树撒谎都不眨眼的呢 刘一昭笑道 那边刚好 诸位都留下来共欲强敌吧 田耿镇并非什么军事要地 我就不在这里陪诸位了 还有军务在身 告辞 吕树松了口气 这货终于走了呀 他现在对着吕树世界 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而此时 那位田耿镇的贵族老爷 忽然发现刘一昭和吕树交谈之后 整个人都明朗了许多 不再像之前那么有压迫感 哎呀 自己今日拉拢一下这少年 说不定以后乘出府上 就有个能帮自己吹枕边风的人呢 就说这一次 贵族李老爷 如果能让吕树帮他说句话 只需说黑羽军真的来过 那谎报军情的事情就过去了呀 能在这乱世里生存的都不是傻子 等到刘一昭带领青赛军离开之后 他便和颜悦色地对吕树说道 这位少年英雄 不知是否愿意去我的别院暂坐休息 我在那边会为你们备上住处还有饭菜 你们所住的地方太危险了 黑羽军万一再来 你们便是首当其冲啊 放心 那院子很清静 也不是很大 比较私密 吕树瞥了他一眼 便答应了 就这一句话 吕树便知道这位老爷的心思也没闲着 不过他现在并不担心什么 今天晚上刚和吕小鱼重逢 先确定一下今后的计划再说 有个住处也不错嘛 反正以小鱼的实力 想走想留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夜晚 吕树忽然听到隔壁有开门的动静 他透过窗户缝隙一看 赫然是张卫宇正捏手捏脚地往外走去 怀里还塞得鼓鼓的 吕树叹息一声 对吕小鱼说道 这老小子晚上都没吃啥东西 原来都攒着想要带出去呢 唉 这群人 也是不容易 不知道是怀着什么墓里 待在田耿镇附近 树根都啃了还在坚持 之前有一个宁愿自杀 也不愿卖身做奴 吕小鱼看了吕树一眼 需要帮他一把吗 我看他好像很弱的样子 吕树摇摇头 别了 有机会暗中帮助就帮一把 没机会就算了 平水相逢的我们也没法帮他们一辈子 嗯 我们接下来去哪 吕树想了想说的 嗯 去找找回家的路吧 聊到这里他就有点头疼了 因为关于怎么回地球的事情 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现在吕树很确定 那位老神王是有穿越世界壁垒的能力 不然那些王师从哪来的呢 如果说老神王有办法 那么新神王有吗 很可能有吧 但问题是 他能直接去找这个世界的王说 你给我送回去吧 人家李你是谁啊 吕树想了想说的 我觉得 咱们可能要走一趟王城 吕小渝忽然想起 之前那个黑羽军先锋营指挥使说过的话 当时便否定了 不行 不能去王城 那个指挥使看了吕树的照片后说 这少年在王城一定很受欢迎吧 当时吕小渝就觉得 王城肯定有一群花枝 吕树纳闷了 为什么不能去王城 吕小渝摇摇头 不告诉你 反正不能去 那再想想其他的地方 明天问问张卫宇 有没有这里的地图啥的 现在两眼一抹黑 都不知道哪是哪呢 此时张卫宇正行色匆匆地朝着北方赶去 他要把食物给放到那个山洞里 等其他人到了山洞便可以吃了 放完之后 张卫宇便要赶回来 之前他也没买成粮食 现在有镇守招待 张卫宇便心想 自己每天要是都能流出这么多粮食 老兄弟们也都好过一些 每当他想起那位自尽的老友 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苦涩 忽然间 张卫宇停下了脚步 看向对面的青年 有些勾楼的身板 慢慢挺直 对面的刘宜昭 已经换上了一席青山便庄 就在这安静间 刘宇昭忽然单膝点地抱拳道 御龙班职刘宜昭 参见内殿职张大人 张卫宇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难得还有人记得我 不过如今我是罪民 隐姓埋名来到此地 还望刘成主高抬贵手 刘宜昭站起身来 其他内殿职的大人 也在此处吗 张卫宇笑了笑 怎么 想拿我们再换一份好前程 刘宜昭平静道 大人何出此言 张卫宇说道 当然 我也不清楚十八年前的旧事 但我只知道 其他的御龙班职 都死得差不多了 唯有你们几个 活得有声有色 第八百七十七集 面对张卫宇寒沙摄影的指责 刘宜昭沉默不语 张卫宇平静地看着刘宜昭说道 不过我很高兴 你能用御龙班职这个官职称呼自己 我如今已离开御龙班职二十三载 行销古力 以前的老友都认不出我来了 你竟然还认得出 刘宇昭笑了起来 当年我练功的诀窍 都是您和李顾渊李大人教导的 御龙班职内 我最崇敬的就是你们二位 如何会忘记你的长相呢 当年各位内殿职大人 为老神王天下行走时 何等的风光 现在想想都觉得心向网之 只是当年之事另有隐情 还希望张大人 不要将我误会成御龙班职内的叛徒 张卫宇此时站立在黑夜中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庄家汉子 仿佛还是那位持刀 敢杀天下任何人的内殿职 内殿职 身为御龙班职的指挥使 寻常不仅仅要护卫神王 还要充当天下耳目的角色 可以说是老神王最信任的人了 说实话 御龙班职从设立开始 大家就没把自己当侍卫来看 不是大家玩忽职守 而是老神王根本就不需要护卫 那王座之上的人 便是天下最强者 哪还需要保护呢 但就是这么强悍的一个人 竟然走了 十八年前出现变故的时候 张卫宇他们已经戴罪流放很久了 所以并不知情 当时他们每个人都身受刑罚重伤 根基断绝再无修行的可能 那时候老神王已经平静了太久 慢慢地在人们眼中的形象 开始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却忘了老神王征战三千载的时候 是如何的酷烈 不过张卫宇他们并不怪谁 因为那都是自己犯下的错误 流放的路上 有人助他们逃了出来 最后安排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在此 原本以为只需要安安心心的生活便可 结果他们这群汉子根基断绝后 竟然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重起庄教来 更是还要受各方面的剥削与欺凌 但这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等待 当他们在这里准备种地度过残生的时候 这吕咒最大的变故出现了 老神王逝去 新神王登基 那个时候 他们一群人痛哭流涕 却知道报仇无望 然后曾经在流放路上救他们的人找到了他们 告诉他们需要继续等待下去 那是一句虚无缥缈的话 也是一个希望 张卫宇他们甚至不知道传话的那个人 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这便是他们撑下去的一口气 如果这口气都断了 那他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而且张卫宇想不通 自己这些人连根基都被断绝了 就算还活着 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张卫宇现在还记得对方那时冰冷的语气 都别死了 吴王还有事交代你们做 只当是给你们几个赎罪的机会吧 那高高在上如恩赐般的口吻 张卫宇他们听了 却觉得生活像是重新有了希望 这一等便是十八年 终于有人坚持不下去了 如今张卫宇根基断绝后 再难保持容颜 形容枯稿 要知道 当年的他便如现在的刘一昭一样 英姿不发 张卫宇看了刘一昭一眼 我等都是废人了 愿杀愿寡 随流成主的便 不过你想要问什么的话 我如今身为一个普通的庄稼户 无可奉告 当年的事情也不是秘密 相信你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吧 此时此刻 刘一昭身为二品高手 而张卫宇是个废人 多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跑绝对跑不掉 还不如给自己留点尊严 求饶是不可能求饶的 二十三年前 他张卫宇等人也没对老神王说过 半个求饶的话 错了便认错 而张卫宇所说的无可奉告 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干什么 只是听从命令 在此安心等候 等候的人是谁 为什么等候 对方都从来没告知过他 不过张卫宇并不介意 他身为罪臣 有将功赎罪的机会 便已经心满意足了 内殿职虽强 可他们犯过错又成为废人 对方不愿告知他们实情 也可以理解 如果真是事关王座之大事 当然是越小心越好 所以张卫宇不仅不生气 还觉得老神王托付人之靠谱 刘一昭笑道 那对少年少女是您的 张卫宇面无表情地说道 末路人 镇上的人可以作证 莫要前连无辜 如果刘成主想拿我邀功 就只管拿去 老神王在的时候 也时常提醒我等 只杀该杀之人 刘一昭看着张卫宇说道 我还以为真是您的表直 想要照顾一二 他们现在正是修行的好年纪 既然不是 那便不提了 今日贸然打扰 还希望张大人不要介意 但您有不能说的事情 我也有我的 严禁于此 时间会证明一切 告辞 说吧 刘一昭便转身离去 绝不拖泥带水 这话说的张卫宇也有些疑惑 这刘一昭必然在十八年前 做了反叛之事 不然就凭内卫的手段 会放任他来当南庚城的城主 现在却又有些看不清楚了 张卫宇思存着 现在还是谁都不能相信 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似乎极大 大到他都不能知道的地步 所以还是别再去随便信任别人了吧 对于吕树这个存在 他也有些犹疑 之前他第一时间感觉 吕树是被派来试探他的 结果后来又发现不是 张卫宇有点好奇吕树的来路 看到吕树的剑刚之后 他曾怀疑吕树是剑炉反出的弟子 结果后来想想 就算是剑炉那种地方 也没有六品 便能使剑刚的天才啊 刘一钊说 想要照服一二的时候 张卫宇都想笑 御龙班职虽然厉害 可厉害的地方在于集团式作战里 天下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有这样的整体实力 但论起功法 他能看出来 吕树如今的剑道境界 可不是单个御龙班职可比的 内殿值还差不多 不是说张卫宇觉得 吕树现在就能与御龙班职一战 而是这少年 前途无量 如今乾隆在渊 说不定哪日 便一飞冲天了 第878集 张卫宇虽然废了 可眼界还在 他能看得出 吕树并没有隐藏自己的实力 就是实打实的六品小修士 而他身为内殿职业人无数 说句不夸张的话 他张卫宇审讯过的人 都比一些人一辈子见过的人都多 他看不出吕树的来历 却能看出吕树的秉性不坏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不愿意跟吕树有过多的交集 张卫宇也知道 吕树心不在此 虽然各有秘密 但大家相识一场 等分道扬镳之后 便相望于江湖就好了 清晨的时候 吕树正练剑的 张卫宇回到了院子 此时吕树练剑 已经不再避着张卫宇了 毕竟剑刚都露给对方看了 还藏什么呀 那不是掩耳盗铃吗 不过对方从来没问过 这剑术从何而来 吕树也相信 这剑术从未在这吕树世界出现过 所以他也不确定 张卫宇会往哪方面猜测自己 而张卫宇身上的秘密 吕树总觉得 可能和这吕树世界 真正的核心有关 这种事情还不是他能参合的 而且他也不准备参合 他始终觉得 自己在质谋方面并不是特别出色 看一些正斗类的电影时 都感觉那些政客们心思都好复杂 看一步想十步还不动声色 就说梁山坡那群土匪之间 都互相斗来斗去 宋江那种选手 见到仇人都是面上笑嘻嘻 然后回去让李逵去杀人全家 而吕树就不一样了 他要能杀 当场就杀了 吕树觉得 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百合家 他的仇人大概只分为两种 一种是现在打得过 现在就杀 另一种是 现在打不过 以后再杀 吕树有时候觉得 自己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念头很简单 所以既然不擅长那个领域 就不要贸然参与 当张卫宇回来的时候 吕树连问他去哪儿了都没问 张卫宇也并没有打算 说他昨天遇到了刘仪昭的事情 此时吕树他们已经吃过了早饭 张卫宇看了桌子上一眼 赫然发现 食物大多没怎么动 尤其是方便携带的点心 饼 倒是汤被喝得一干二净 张卫宇也是个鬼精的人 他知道这大概是吕树猜到了自己昨晚的去向 故意留给自己的 已经有老友到了那个山洞 那些老友们看到张卫宇带过去的食物都很感动 只是张卫宇有点心酸 当年叱咤风云的内殿值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其实大家可以去贵族府中隐姓埋名当幕僚 甚至去四方天地那里都不是不可以 毕竟内殿值的名头也值一碗饭吃啊 人虽废了 可眼界还在 而且一群内殿值当初都是帮老神王干私密事情的主力 光是审讯出来的秘心都数不胜数 那些秘密值多少钱 没人能说得准 但是大家都没有这么做 而是干受清贫地待在田耿镇附近寸步不离 也有忍受不下去的 但很少 那些离开的人 现在说不定便藏在哪个大权贵 或者天地的宫殿之中享乐 而留下的人 意志却越发地坚定起来 张卫宇认为 这是个锤炼的过程 最终留下的人 才是真正忠诚的 而且 张卫宇不相信自己这帮人是孤立的存在 他在见到刘一昭之后 也在想一个问题 这宇宙世界里 会不会还有许多人 如同自己一样等待着呢 等待着 王座之下 接走狗的时代 张卫宇回头 对吕树道了声谢 吕树一边练剑 一边咧嘴笑道 唉 有啥好谢的 吕小鱼来了 就意味着吕小鱼空间装备里的东西 都可以拿出来吃 食物已经不是吕树需要顾虑的东西了 而且 他也有点瞧不上这个吕树世界的食物 其实精致的食物是满足物欲后的一种精神追求 这边战乱了不知道多少年 能有人专心下来研究吃的就鬼了 当然也有美食 但跟地球比实在是比不了 现在也就是吕树的山河印无法使用 许都取不出来 不然吕树手里的物资都够养活一支军队了 等等 说到军队 吕树忽然想起来 这世界如今太混乱了 说打仗就打仗 而他吕树手里还有被混沌吃剩下的两万多杆三叉戟 还有六十四具黑色盔甲 那黑色盔甲真是好东西 几个低阶海族穿上黑色盔甲 就能抵御傀儡师的一击 这要是傀儡师那种级别穿上会是个什么样啊 吕树想一想都觉得自己这想法有点好笑 自己上哪去找六十四个衣品去 不过吕树再想一个问题 傀儡师原本的境界恐怕没有衣品那么简单 现在云椅和虎植就像是刻意把境界给压制在了衣品而已 这样一想 吕树越发觉得傀儡师所等的王 可能真和这吕树世界的神王有关 因为其他人真没资格驱使他们 吕树忽然问向张卫宇 嗯 你知不知道哪里书籍资料最多 适合了解历史啥的 他只能这么问 吕树想要从这个吕树世界的记载里面 查询到一些关于归途的事情 但又不能明说 张卫宇想了想说道 嗯 那肯定是神王宫里藏书最多了 吕树面无表情地说道 说个靠谱点的 张卫宇说道 剑卢也很多 似乎神王宫当年很多书籍都给过剑卢踏本 吕树平静的 再说个靠谱点的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靠谱 我可能就要打你了 来自张卫宇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张卫宇还是头一次见到 有人把当面打人 说得像是要一起喝个茶似的 张卫宇说道 李老爷府上应该会有一些藏书 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吕树转身带着吕小鱼去找那位镇守李老爷了 对方也不吝啬 非常热情地邀请吕树去看了他的藏书 结果吕树刚一进李老爷藏书的书房 脸就黑了 这满墙的书全都是王师王词啊 这里收集的甚至比羽家更齐全 吕树甚至看到了王选 虽然满心怨念 但嘴上还是得感慨 神王的才华当时无人可敌啊 吕小鱼原本还很有兴趣地去取王师 结果翻开看了两眼就震惊了 但是什么也没说 吕树带着吕小鱼回到住处 见到张卫宇的第一句话便问 剑炉在哪儿 张卫宇看向吕树 剑炉在哪儿 不是 你们不会真要去吧 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查阅点击啊 你们问我 说不定我就知道啊 吕树和吕小鱼相识一眼 这他们要怎么问呢 说我们其实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现在想要回去 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呢 这种句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使用方式啊 你好 我是杰克奥特曼 现在想回我的M78星宇 只是还差点路费 这他们要很难取信别人的 不光是很难取信别人 关键是涉及到两个人身上的秘密啊 说实话 这个世界的整体实力太强了 吕树甚至都很难想象 如果地球的存在被人知道了 会不会有人去开疆拓土 要知道 人类的欲望简直是无穷无尽 而地球上的力量相比宇宙而言 又是那么的脆弱 张卫宇见两人有些犹豫 便说道 放心 我也不瞒你们 方圆几千里内知道的比我多的人 恐怕都不多了 也许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我能告诉你们 吕树沉吟了两秒 那你告诉我 变速横平双溃锋利的高阶飞线性 剑路在王城 来自张卫宇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听不懂啊 完全听不懂 张卫宇这一瞬间 甚至对自己的学识产生了怀疑 他有想过吕树是不是在胡说 但吕树的剑术他都没见过 他又怎么能保证 自己猜测是不是对的呢 张卫宇忽然有种无力感 不过他现在确定 吕树并非是剑炉的弟子了 因为吕树的表情不像是作假 而且一个剑炉弟子 就算想要撇清和剑炉的关系 也没必要装作 不知道剑炉在哪儿的样子吧 而且剑炉这种地方 吕树之内 怕是很少有人 会想和他撇清关系 吕树和吕小鱼面面相去 跑一边嘀咕去了 而张卫宇则慢慢收拾着桌面上的饭菜 只要是能带的 就全都用床单打包起来 等晚上了 再偷偷摸摸送出去 吕树在一旁小声问吕小鱼 我们去王城吧 吕小鱼否定的 不去 吕树好奇的 你是有什么犹豫吗 吕小鱼否定的 没有 一旁的张卫宇看向两个人说的 你们真当剑炉想进便能进的吗 就算你们去了王城又怎么样呢 即便是天地去了 也无非是平起平坐而已 吕树愣了一下 很难进去吗 我们偷偷进去行不行 在吕树看来 他和吕小鱼只要不作死 以吕小鱼吐戏能力 恐怕没多少地方去不了吧 张卫宇笑着摇摇头 你把剑炉想得太简单了 剑炉里的那位 有时候连老神王的面子都不给 想要偷偷进去 恐怕没那么简单 吕树惊讶道 不至于吧 你说的剑炉那位 还能比老神王更强 张卫宇摇摇头 那倒没有 老神王的境界永远深不可测 只是剑炉那位 曾是老神王的书童 后来陪神王征战多年 见到大城了 不过据说 当年老神王 让对方当书童的时候 手段好像有点不光彩 似乎是云游石拐回来的 所以剑炉那位 一直心中有气呀 吕树好奇的 我问个问题啊 你想回答就回答 不想回答就不回答 十八年前 他在不在王城 张卫宇惊讶地看了吕树一眼 你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 意味着什么吗 张卫宇不得不惊讶 他以为吕树 可能是刚从某个 深山老林里出来 却没想到 对方的问题 竟是如此的深入 吕树打了个哈哈 随便问吧 随便问吧 不过吕树在想 如果剑炉真是这样的存在 那自己恐怕还真进不去 可就没有其他地方 能够查阅如何穿越空间壁垒了吗 现在最大的线索就是 这位吕树世界的老神王 打通过世界的壁垒 所以最有可能出现方法记载的地方 就是神王宫 神王宫这地方 吕树就不指望了 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剑炉 因为张卫宇说过 神王宫里的点击 大部分都有踏本在剑炉 吕树试探道 话说 神王宫有哪些点击 是剑炉没有探印的 张卫宇叹息道 王师 王辞之类的 剑炉那位 一心提升自己的剑道境界 对诗词这种东西不屑一顾 似乎是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 据说如今王城的青年都喜欢蜂拥蜂雅 而剑炉的弟子则对此始终不屑一顾 更加在意自己的实力修为 吕树愣了一下 也就是说其他的踏本都有 唯独没有王师王辞 他有点好奇 诶 剑炉那位为啥对这些东西如此不屑一顾 张卫宇语气里有些哭笑不得 又有些神王 他继续说道 不知道 据说当年老神王诗姓大发时 一页写了八百首诗词 然后剑炉那位 去神王宫跟老神王打了一架 虽然没打过 但神王宫却毁了一半 这事说起来挺丢人的 毕竟神王宫竟然都让人毁过 也正是这一架之后 老神王并没有追究什么 导致剑炉那位声名如日中天 谁都知道老神王是不舍得杀的 也就没有任何人敢杀他了 当然了 这世上也没几个人能杀得掉他 这世上女子 剑炉那位 怕是当得起第一呀 女的 吕树惊诧了 他一直以为剑炉那位是男的来着 张卫宇无奈了 他现在都怀疑 吕树到底是不是这世界上的人 这么大的事情竟然都不知道 吕树知道自己问错话了 太暴露自己身上的线索 赶忙转移话题 剑炉弟子很多 张卫宇解释道 你可知道每年能进剑炉的只有四人 由军部选送过去 再由剑炉挑选喜欢的 这些个弟子 如今散布在各个军队之中 都是一方诸侯般的存在 每四年的剑炉大典 那叫一个精彩 剑炉弟子们八方来贺 送给剑炉的礼物如山如海啊 那时才是王城最大的节日 所有人都会走上街头 看那一位为剑炉的 出色男子如何风光 在王城 若有姑娘能得到 剑炉弟子送的礼物 便是闺中炫耀起来 最大的资本 有两件事情 吕树没想到 一是剑炉的主人竟然是女的 二是剑炉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 吕树左思右想了半天 如果剑炉每年会从军中选拔四名弟子 那么自己有没有可能走这条渠道呢 吕树好奇道 为什么必须要从军中选拔啊 张卫宇叹息一声说道 其实他才是最支持老神王的那位啊 随着老神王征战多年 那时候各方萧小都还没有平定 几方大势力都虎视眈眈的 剑炉那时候便从军中选拔人才 再送人才回军中去 这是在为神王培养人才呢 这后来天下出定 这条规定也没有改变 那时候的剑炉还不是如今的剑炉 王成也不如今日的王成稳固 吕树懂了 其实是相爱相杀来着 此时张卫宇说道 其实你那个问题并不是不能回答 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十八年前剑炉那位并不在王成 也不知道是去了哪里 后来他十二年前回到了剑炉 仅仅一天之后便再次不知所踪了 吕树惊叉道 哦 所以如今的剑炉并没有主人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趁虚而入啊 这位剑炉主人去了哪儿啊 吕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 好像这位剑炉主人有点太风轻云淡了吧 按照吕树的猜想 难道不应该是找现在的新神王 打一架什么的吗 这个剧情有点看不透 但总觉得其中暗藏着什么玄机 张卫宇说道 嗯 剑炉主人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一位宗师级的大弟子 还守在那里 但即便如此 也无人敢撼动剑炉的地位啊 现在剑炉枝繁叶茂 根深蒂固 就算剑炉主人不在 谁又能怎么样呢 吕树好奇道 哎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 最适合进入军中 选拔流程又是什么样的 怎么才能被选入剑炉 张卫宇看了吕树一眼 想要入军很简单 我之前说平民唯一的出路 是当奴隶这点 我承认我说错了 那是因为我没想过 你会想要参军 其实许多平民 活不下去之后的选择 其中一个就是进入军队 因为军队不仅管范 还能加官进决 这也是现在成为 新贵族的主要方式之一 只不过很难 但大多数平民 没想过更多的 他们去参军 是为了给自己家里 某一条生路 一方面是军中发军饷 可养家 另一方面是军属纳税 可减两成 吕树殴了一声 他起初还以为 例如刘一钊 这样的青赛军统领 应该会是大奴隶主什么的 整支军队都是他的奴隶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啊 军中更多的是 活不下去的平民 吕树好奇的 那他们怎么修炼啊 张卫宇说的 军中自然有 军中特殊的功法 等节不高 却适合普世的修行 据说这功法 也是剑庐那位主人创的 所以也有人为了功法而去 但让他们失望了 那功法真的没有 练到四品以上的可能 陆似乎早就被剑庐那位主人封死了 想要获得更高的功法 就必须立下天大的功勋 或者进入剑庐 所以进入剑庐 便是军中所有人的梦想 只要进了剑庐 便是一步登天 荣华富贵都唾手可得 张卫宇说的 你若想进军中 我没法帮你 帮你等于害你 但你可以自己去应征 而且你可要慎重做决定 你是有点剑术 可战场上一点点剑术 并没有什么用 那时候你四面八方 全是敌人 你没上过战场 所以你不懂战争之中的恐怖 我劝你啊 没实力境界以前 还是别想那么多了 吕小瑜瞥了张卫宇一眼 这些话里 真是没有一句说对的 吕树不仅经历过战争 而且说是身经百战 也不为过呀 吕树如今的实力境界 提升之快 难以想象 昨天晚上 吕树和吕小瑜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吕树觉得 自己也许最多 只需要半年的时间 便能重回二品巅峰 现在由吕小瑜保驾护航 他也不用再急着突破枷锁了 而是要将自己的链体 完善起来 剑道也要达到更高的层次 所以张卫宇以为 吕树只是有点剑术 却没实力 没眼界 这是错误的 但吕树并不介意 外界对他的这种误会 现在对他来说 低调就是最好的保命之道啊 吕树想了想 其实张卫宇 已经算是给自己 透露很多信息了 他相信对方以前 一定是位大人物 却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为何沦落至此 当天晚上 张卫宇再次偷偷摸摸地 抱着一堆食物往外面跑 今天怀里就塞不下了 吕树看到张卫宇自己一天 才吃了两个自己带的窝头 还有一些菜汤之类的 剩下的竟然全都打包带走 可以看出来 他的那些老友 在他心里的地位一定很重 不然寻常人 可做不到这种程度 但愿他们所吃的苦 终究会得到回报吧 吕树总觉得 这群选手 跟天罗地网成员很像 但又有很多不一样 吕树转头问吕小鱼道 关于那位剑炉的主人 你怎么看 吕小鱼看了吕树一眼 他不是消失了吗 我怎么看也看不见啊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九十九 别扯犊子 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吕小鱼不乐意了 你直接说你的猜测不完了吗 非要问我一下干嘛 我猜他可能也是地球人 就从他和老神王 打架的这段事情来看 我总觉得像是 在抵制抄袭一样 我非常怀疑 他是被老神王 给拐到吕树来的 正所谓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如果这位剑炉主人 真是地球人 那吕树觉得 自己在吕树就有靠山了呀 吕树眼睛 炯炯有神地看向吕小鱼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会不会是 剑阁里面的人 剑阁 剑炉 一字之差 而且又有可能 是从地球过来的 要说剑炉主人 出自剑阁的这种可能 并不是没有啊 吕小鱼一句话 便戳中了要害 就算是又怎么样 他已经失踪了 就算真是咱们地球人 咱们也找不到他呀 吕树坚定地说道 我决定了 还是想办法去剑炉看一看 不管是藏书的典籍 还是剑炉那位主人的身份问题 我都有预感 归途就着落在剑炉之中了 吕小鱼在桌子旁边撑着下巴 若无其事地说道 想去就去呗 想到那个地方有一地的花痴 他就有点头疼 也不知这吕树是怎么了 吕小树竟然也能成为 盛世美颜的标准 都瞎了嘛 可即便他很不想去 但只要是吕小树想去的地方 他就一定会陪着 因为吕树就是这么做的